我觉得中国是将来中国的一个竞争力的最大一项 6月25号至27号 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在大连举行 期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做出上述表述 谈及中国车企出海建厂是被迫还是主观驱使 姚洋认为两者都有主观成分更多 我觉得两个都有主观的成分更多一些 因为整个欧洲市场那么大而且它卖的比中国贵多了 那你当然一个自然的选择就到欧洲去设厂 但是去欧洲设厂西欧难度比较大 所以到中欧去设厂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当然另外一个所谓被动的方面就是国内实在是太卷了 价钱一降再降 所以它要出海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 姚洋指出 尽管西方国家现在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但由于中国优势明显 因此这些错误的决策对中国的影响较小 中国这个优势太明显 就是EV上面优势太明显 一时半会不会消失而且只会增强 就EV它现在已经过了第一阶段 就电动化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变成smart cars 那因为华为的加入 我估计我们又要开始卷这个自动驾驶 我估计中国未来几年 就是这个自动驾驶会紧喷式的增长 谈及中国电动汽车能否进入美国市场 姚洋判断在征收百分之百关税的情况下 直接出口的可能性不大 直接去出口已经没可能了 因为它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 但是我希望美国就像我们美国朋友说的 就是开放对中国的投资 然后中国的汽车生产商进入美国 这大概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6月24号 加拿大宣布拟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面对西方围剿 姚洋认为 中国要适应逆全球化形势 在EV领域巨大的优势面前 要放平心态 中国就要适应现在这种逆全球化的形势 中国的EV的优势是巨大 在这么巨大的优势下面 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 我刚刚说了欧洲挣百分之二十一的关税 对我们来说基本上不会太大影响 我们有足够的底气 不怕的 不怕的 我刚才有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 我们来说这种逆全球化的心态 我们要来说这种逆全球化的心态